早安各位观众又到了奥运特报的时间 我是特报主播张介凡 首先感谢我们的赞助伙伴UNIXYY 赞助给我们主播所有的博报的服装 是跟中华队一模一样的 穿起来就跟中华队心在一起 那当然啦 这个昨天确实中华队表现的真的很不错 我们广告看看昨天的这个成绩榜 首先我们要看到就是小天周天成 轻轻松松就打败了日本 这个日本是世界排名第五的好手耶 所以呢他就把他砍就掉了 砍就掉之后他现在是生涯第三度的扣关奥运八强 那今天周天成还是有比赛是在今天晚上 所以请大家继续帮小天加油 另外是林洋佩 林洋佩昨天也晋级了四强 因为他们对上的是从来没输过的这个泰国组合 所以也是直落二晋级四强 另外呢就是我们的拳后 拳后吴念琴 吴念琴在女子66公金级 打败了巴西 晋级八强 所以是不是有机会 这个拳击队有没有机会再拿 再给他拿下一面奖牌 很有机会哦 另外就是射箭 射箭雷千银 雷千银号称雷姆 而且他已经打了四届的 参加了四届的奥运 那昨天他在这个第一轮 这个64场赛过了 32场赛的时候 他强碰世界排名第一 美国20岁的这个好手 年轻好手 Cassie 但是雷千银世界排名才第36 那他遇上了世界排名第一 第五回合完美30分表现 最后以基点7比3力退强敌 他现在闯进16强了 那另外两位我们的射箭女选手 李采奇 还有这个邱毅琴 则是都是淘汰的 所以现在就看这个雷千银 有没有机会再进8强4强了 加油 好那另外在网球的部分 好可惜 谢淑威跟曹家怡 其实真的是很努力了 比起另外那一队来讲 他们真的很拼了 但是昨天还是很可惜 败给了捷克 所以没有办法继续再晋级 那在桌球的部分 昨天我们两场 这个男单女单都输掉了 好那男单这个我们的小林同学呢 说书球心情很不好 但他昨天也输的就是 也没办法 你知道因为他昨天其实有一点点这个算是比较没那么幸运 因为他遇上了地主队 法国的一个17岁很年轻叫做眼镜弟 他的名字叫小勒布朗 但是呢 因为他戴眼镜很可爱 17岁 再加上因为他有地主的优势啊 全场都 全场都在喊那个 那个那个小眼镜弟的那个名字 那当然对于我们的小林同学来讲是造成了压力 所以最后是输球奋战七局 还是没有办法 还是这个败下阵来 所以就没有晋级了 再来就是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桌球一姐 正一进 这个没有办法 遇到又是遇到魔王 就是中国大陆的这个超强的孙颖沙 这也号称世界的桌球球后啦 所以最后也是这个吃洛四的败阵下来了 那昨天在高尔夫的部分呢 男子个人赛第一轮 两位选手分别正式排名在21跟49 今天还会继续的比赛 好那就看看今天的比赛咯 今天的比赛大家注意注意 来宇求的部分呢 首先林洋沛会在傍晚的6点钟 四强赛对决丹麦 大家觉得有没有希望 当然有希望 一定有希望林洋沛这一次 这个很顺风顺水的在打 请大家为林洋沛加油 那另外周天成的部分 刚刚收到中华奥会最新的消息 是今天他们的比赛时间有改变 改到了晚上的11点35分 等于是等于延后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请大家一样记得这个时间 是11点35分 周天成在这个男单八强 要对上印度的选手 看起来应该也是可以进级的 没问题的 那在全集的部分 今天晚上9点30分 林玉婷是女子57公斤级的16强 要对乌兹别克 那希望林玉婷不要把最近这些纷纷扰扰啊 那些这个外界的这些奇奇怪怪的这种 无聊的言论放在心上 就是真心的比赛就好了 对这个什么 陈念琴不叫吴念琴 I'm sorry陈念琴 对不起这个打错了 对因为今天早上资料真的太多 不好意思哦 这个这个有错的地方 谢谢大家的纠正 然后再来是 我看今天我们还有什么比赛是很重要的呢 来这个 今天是林玉婷 对啊林玉婷啊 然后再来是 这个射箭的部分 射箭部分今天是 混合团体赛 就是男子加女子 那我们现在在中华队来讲 男子成绩最好的是戴雨萱 那女子的部分是雷千盈 所以今天她们是16强淘汰赛 要跟韩国啊 希望有没有机会设下韩国呢 好游泳 游泳对肩上女生 是韩安琪 200公尺的混合室 这个游泳加油 然后还有田径的张伯雅也要出赛咯 下午的4点30分 女子100公尺的预赛 好 所以呢这个今天持续的 还有比赛包括的是 在射击的部分 射击今天下午的3点钟 有田家珍 吴佳颖这两个女选手 这个25公尺运动手枪 慢射的部分 然后到6点的时候 是快射的部分 所以今天射击还有一场是 3点30分 李孟远男子定向飞把资格赛 就是在射击的部分 那高尔夫今天会继续进行男子的第二轮的比赛 然后在清廷的部分呢 今天是晚上的这个9点半 吴绍璇会先参加男子越野即时赛 激流哦激流哦 然后10点40分张竹涵是女子的这个激流越野即时赛 希望清廷我们能够这个清击过关 好不好 清廷嘛 好 那这个大 今天的赛事大概就是这样了 所以今天还是蛮忙的啦 因为有林洋佩啊 周天成啊 还有这个林玉婷啊 还有这个戴宇轩跟雷千尹嘛 那游泳跟田徑也希望能够有好成绩 好 再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很励志的 来我来看这个是谁 这个是美国的体操天后拜尔斯 那拜尔斯其实当然他有很多的故事 甚至是他其实是在2016年里约奥运拿下了 就是个人全能项目的一个金牌 但是后来就传染出说原来多年来 他都受到了他们对上的这个所谓对一的一些 不当的这个对待 所以让他的心理生理都受到了影响 所以在上一届上一届的这个东京奥运的时候 他觉得他真的没有办法承受这一切 所以他就很多项目他都退赛了 所以等于上一届他几乎是没有出赛的一个情况底下 但是这一届的这个奥运呢 看起来他是重新调整了自己身心的状态 所以他整体的状态非常的好 昨天先是在女子个人全能决赛 再度拿下了这一面金牌 这是他在这一届奥运的第二金了 因为第一金就是他带领那个女子体操团体队 拿下团体的金牌是第一金 这是第二金 也是他这个体操生涯当中的第六面奥运金牌 真的是奥运精神就是这样 体操女王的华丽回归 总是不会轻易的被击倒 跟我们的戴自瘾一样 那再来呢就是网球的男单的头号种子 这个是塞尔维亚的亚克维奇 昨天是在男单八强对决了希腊男神 很帅啊希腊男神西西帕斯 那第一盘的时候呢 我们的乔帅6比3 就是轻轻松松先拿下 但后来就麻烦了 第二盘的时候先被破发 然后0比3了 他赶快喊伤停 我的膝盖又吸啊受伤了 赶快处理一下 第四局又被破发 但是他也没有放弃 这个我们乔帅依旧是乔帅 头号种子没有那么轻易放去 第五局的时候破发 然后就直追6比6 平手抢7 中场7比3 晋级了4强 所以那个希腊男神虽然很帅 但是就不好意思遇到头号种子 而且这么拼的头号种子 所以呢就没有机会啦 好那另外呢我们快速看一下 这个奖牌榜的部分 从昨天到今天出现了很明显的变化哦 前两天大家还觉得好奇怪哦 日本队第一啊 然后这个大陆只有第三还是什么第五的 结果到了昨天 这个中国大陆队率先在金牌的部分 突破两位数了 突破两位数来到11金 7赢6同总奖牌数24面 现在是排名第一 第二名美国队也追上来了 这个好像让大家有点恢复正常的那种感觉 因为平常在奥运 大家前三名不是大陆 美国俄罗斯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顺势 美国队也追上来了 现在是9金 那很有机会 大概今天又会再拿 再拿这个金牌的话 就也是两位数了 那美国队总奖牌是最多的37面 第三名法国队地主队嘛 总是会有一些优势的8金 然后总奖牌数27 那澳洲队排名第四 但是日本也是很棒哦 日本队目前也是也把8金的成绩呢 排名在这个总奖牌数的第五名哦 所以日本其实从头到尾没有调出五名之外 那中华队当然有预约了一面啦 起码是铜牌啦 但目前还在预约状态 可能还这个铜牌还要再等一段时间才有机会 至少 至少 至少我们这一次不会挂蛋 好 那这就是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这个奥运特报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Blue Your Car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